鄭教授 與會的所有不管是藝人還有在場的伙伴大家好 今天很難得有這個機會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是律師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戴偉傑 長期以來我們很關心的包括核電的議題或是各種像能源政策的議題 可是今天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題目我就覺得對我來講是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我們也的確從原本在關心能源議題、格能議題 後來政策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更深層的議題 是台灣發展的問題 發展問題裡面其實如果經濟沒有轉型的話 我們在談更多的這些哪種發電方式或怎麼樣 其實都沒有辦法去談到核心 所以今天談就是從核色到綠色 台灣如何轉型成這個綠色能源去的經濟 我只想從幾個面向跟大家做個說明 一開始就是說 我覺得台灣其實面臨很多很多東西 我們必須被系統性的去做典範的轉移 我們有水資源限制的危機 我們有各種各樣的洪範或是什麼樣的危機 有傳統能源、石化能源、安全問題、污染問題 這些問題我們都必須面對 政府的確也提了非常多的計劃 那但是呢 這個部分呢 如果我們不斷用經濟成長 經濟並成長為主的這個概念去看待的話 就好像主持人周教授剛剛講說 我們是不斷的用核色經濟的思維去看待經濟成長的話 即使後面這些問題可以暫時被解決 可能它的問題會不斷的去生成 那到現在已經臨很大的危機了 所以我們必須去看待就是說 我們必須可能去從源頭去思考 我們不能在那個綠色經濟的思維去看待我們未來的發展 所以可能必須轉換成是在一種環境成長能力的限制之下 我們如何去增進民眾福祉還有社會公平的 這種新的綠色經濟的政策 這樣之下呢 才能把後面的這整個問題呢 有一個重新的思考 要用新的方式去解決 那這個也是台灣面臨一個整個系統性的挑戰 那能源當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在這個經濟發展的過程裡面 我們一開始呢 我們看這兩個 那個比較深色的其實是GDP 就是我們談的經濟成長 可是GDP的成長 並不代表就是我們過了所謂的幸福的生活 可能要扣掉一個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要付出的環境跟社會的代價 也就是我們常講的外貨成本 這個相減之下 才是我們能夠享受到所謂的社會福祉 我們現在可能是面臨的是我們存在的 就是這個綠色的核色經濟 我們GDP有成長 但是外貨成本也非常高 扣除之下其實我們享受的這個幸福生活 其實相對是有限 甚至有可能整個外貨成本已經超越我們經濟成長 所以我們面臨的就是說 我們其實過的是一個其實不快樂 甚至是不健康的一個生活 所以我們必須往下轉型 那我們臺灣的確面臨這個核色經濟 如何往下一步的這個關口 也就是說我剛講的 這個外貨成本可能已經 比我們現在的經濟成長還在高了 即使我們的經濟成長還是持續成長 可是那個外貨成本已經幾乎把它刺掉 那我們下一步其實是走向一個是綠色的成長 還沒有辦法到綠色經濟 只是說我們看能不能先把現在的像污染啊 工作環境比較糟糕啊 能源這個效率差的這個問題 我們來做一些轉變 這個是所謂的綠色成長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可能我們GDP還是可以成長 可是我們希望它的外貨成本可以開始下降 可是這個終究不是一個長久之計 因為整個資源是有限的 你未來可能要走向一個方式 就是說即使我們經濟的成長 趨緩甚至不再增加 甚至再降一點點 可是因為我們的社會跟環境的外貨成本已經大幅下降 這個時候即使我們經濟上沒那麼多 可是我們的社會福祉是比較高的 不管大家認不認同 我覺得就是說這個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那我們到底要多快走向綠色經濟 這可能是整個結構都已經要完全去調整了 還是我們持續現在的狀況 可是往綠色成長多往這個方向走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可以討論的 可是至少我們現在必須面臨這個綠色成長 這部分我們該怎麼去做 那這個情況之下的核心策略呢 如果以這個國際向世界自然基金會 WF跟他們出的那個能源報告裡面 來思考整個未來的能源的情境裡面 應該有幾個方向它的優先順序就是說 我們盡量把能源服務所需要的能源使用降到最低 也就是說盡量它的能源效率能夠最高 使用的能源能夠最少 能夠做到跟原來想要做到的一樣好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在盡量看能源比再生能源 也是對比要環境友善的能源來滿足 但是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至少要它使用的這些傳統能源呢 它是比較高效和清潔的 這個是這個組織他們提出的一些方向 那我們如果用這個方式來思考的話 也許我們在台灣去思考整個的綠色成長的話 就幾個核心的策略 第一個其實就是節能 而且不只是這個個人的節能 而我們也有一些政策工具的政策節能 我們必須擺脫那個道德式的 就是說我們這個冷氣很熱也不敢開 我覺得倒沒有那個必要 我們在當審則審當用則用的情境之下 用制度性的而全盤去投入這個政策性的節能 當然我們也必須參與進來 來達到實質的一個減量的效果 當然也隨時因為這樣的效率提升 也可以增加這個產業的競爭力 再來的確是要發展是再生能源 再生再生能源並不是說一個電量的替代 不是說這種發電轉成再生能源而已 而是我們去思考這是一個 如果未來這樣長期來講 是一個能源轉型的視野來看的話 我必須盤點跟檢視 現在的所有能源政策的思維裡面 還有在法規上 對再生能源的發展 如果有形成一種不當的壁壘 我講的是不當 比如說所有只要有些問題 就一定是再生能源對其他政策工具 不一定 但是不當的部分我們可能要把它檢視出來 那這樣才能發展出再生能源 在綠色成長裡面扮演的關鍵角色 再來呢 比如說要落實的是這個整個新能源的 能源那個典範的一個轉移 那裡面可能有很多事情 包括是要甚至更多元更分散 還有去因地置疑 而不是都是原有一個集中式的一個發展方式 那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政策工具還是非常的重要 那政策工具就是說 其實就像剛剛局長講說 其實在今年的全國能源的會議裡面 其實大家有很多不同意見 可是有很多東西其實大家是有強大的共識 譬如說覺得節能是非常重要 而且台灣的節能的潛力非常大 國歌會做的這個能源國家型的計劃裡面 就指出在電力 駐商工業跟運作這部分 其實有非常強大的一個節能潛力 那這個怎麼去做 可能必須要訂定更清楚的目標 目標不清楚的話 我覺得其實就很容易在英雄原來一個作業的方式 那第二個是必須要再來是大幅的投入整個 這個對於能源尤其是效率的改善 再來是建築節能是裡面非常交往一環 可是台灣大概常常就是說 這個部分好像跟能源局沒什麼特別關係 反正那個是內政部分是其他部分 就這樣子所以後來就其實沒有做 雖然有類似像綠建築這樣的一個規劃 但是其實是蠻僵化的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訂定一些新的思維 比如說整個建築有沒有可能是總體號能 或是零能號 這樣方式去思考 那發展出新的一些可能的政策規範方式 那再來的一些很重要的是要盤點 並且檢討 我們造成這個環境財政跟社會三重損失的很多的補貼 不當的補貼 尤其是化石燃料政策的補貼 這個其實造成台灣的能源轉型其實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因為完全沒有任何誘因 它應許的方式是對它最方便 那這樣情況下我覺得必須面對 裡面很多像包括是稅制方面 那像能源稅的確在窮人會也是個共識 但是這裡面能源稅我覺得必須講清楚是什麼樣的能源稅 而且必須做更好的社會溝通 所以這些工具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再來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在談節能的過程裡面 其實很多都在談中政府該怎麼做 可是地方政府到底能做什麼事情 那剛好最近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案例 是在韓國的首爾 那我們去年很多民間團體也邀請了韓國的 推動這個政策的一些顧問來台灣做分享 那叫做減少一座核電廠 當然這很多人有些疑問 是不是真的撿那麼多或是什麼種種問題 可是我想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我今天可能要提供的是另外一方面的觀察 也就是說韓國首爾的這個例子 提供我們很多在思考能源轉型的情況之下 台灣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做 在韓國首爾的這個減少一座核電廠 有人認為它是節能計劃 可是我在我剛好上禮拜從這邊回來 我去觀察結果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完整的能源轉型的計劃 即使它只是一個地方政府 因為韓國首爾它其實是比較像台北市一樣 就是比較以民生跟商業為主 可是它面臨的一些危機是這個城市的市長 他清楚的告訴它的市民 就是說福島核災之後的確有福島核災 這樣的危機也有可能影響到首爾 還有氣候變遷還有能源自主 什麼意思呢 就韓國首爾的電是從將近300公里外 在韓國東部跟南部的核電廠 輸送到在西北邊的首爾 那這個高壓電塔呢 如果中間遇到一些什麼問題的話 首爾會沒電 所以前幾年首爾就遇到這種大平電 所以它的能源自主也包括說 如果發展比較分散式的自主能源的話 才可能面對這樣的問題 當然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這麼多的電從外地輸進來的 這個輸配電線過程裡面 其實傷害到非常多中間的農民 中間曾經甚至有農民是抗疫自殺的 也就是說我們有方便的電 其實是來自於可能有些人受害 那我們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不是說我們就不要用電 可是有沒有更好的方式來思考 所以他們去做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去減少用節電 用提高能源效率 以及用更多的分散式的再生能源 增加它的自主性 這裡面就有很多非常細的例子 我就不舉例 可是裡面有些東西很有趣 比如說這個區叫做蘆光區 蘆光區就是它首爾市 25個區的其中一個 就好像我們台北市 就是文山區 那這樣一個區裡面 它的區政府是用民選的 可是它做了非常多的能源的改革 包括提供非常年輕的一些專業者 就能去承擔很多新的一些試驗計畫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用照片解釋 還有像我這區看有看到就是說 它其實在這麼小的一個區裡面 他們打算去設零能耗的整個實證社區 就是像一個我們的集合制住宅 它怎麼如何完全變成零能耗 它把主動式跟被動式 也就是很多新的能源的知識 跟技術以及可能裡面有很多 非常細緻的社區的合作的改變 如果去達成 那這些東西我今天就不細講 我要談就是說它其實很成功的 把很多的利益相關方式弄進來 包括商業的 那各位看就是說 他們有去安裝這個 Mini的PV小型的太陽能電板 各位一定覺得這個沒什麼 而且可能它的效率很差 可是各位去思考 當你家的陽台 可以掛一個小型的太陽能電板的時候 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政府是去跟能源業者好好的談 談說你去生產這種可能比較沒效率 可是是在未來推動過程裡面 會有很好的宣傳跟教育 跟分散式效果的 所以它必須跟業者先談 再來是這麼小一個電板 它發的電如何去併到整個電網裡面 這又是很多細緻的問題 也就是說它透過這個小的這種 合作的案例 其實發很多的問題 其實一一的把真正的問題把它找出來 所以很多的再生能源 跟落實之間的那個差距 那個最後一領 是透過這樣的過程一步步去做出來的 那這個 對不起 沒有時間細講 另外還有一個像這個 這個Beautiful Foundation是首爾市長 他以前是在民間的公民社會的團體出生的 這是他以前的一個基金會 專門在做的是一個所謂的類似 社會創新的工作 那他們現在有動那個二手商店 之前的這樣的例子 在首爾的經驗裡面 後來就被放在市政府裡面 他去廣邀很多的這個民間團體 跟市民一起參與進來 另外有像一個叫做Hob Institute 這也是之前首爾市市長在民間團體的時候 發起的一個組織 他專門做什麼呢 做很多公共政策的參與式討論 跟替代方案的一個公民參與的討論 而這個東西的確也被放在現在 首爾市在推動這整個政策的過程裡面 所以各位可能可以在這個裡面看到的時候 他節電 他減少了一座核電廠 可是重點是 他如何讓這個能源轉型的這個口號 變成紮紮實質的讓每一個第一箱都弄進來 這個其實非常重要 而這個過程呢 就是說他們後來在第一個階段 已經從2012年到2014年的年中 就達成的第一個階段 大概減少了相當於一座台灣核一廠 這個核電廠這樣的電量 那他們就快速的進到第二階段 但是第二階段他們其實完全想要 再更進一步去包括能源分享 還有能源福利 就很多弱勢者在能源裡面 若沒有得到比較好的照顧的時候 如何透過市民之間的分享跟合作 另外一個就是進一步去發展能源情境 今天沒有這個機會再講得更詳細 可是我要跟各位的報告就是說 這裡面的確有很多東西吃了 大家再看一下 我時間個人乾過一點 就請主席再包 那時候再包含一下 像這個 這個也沒什麼 就台灣很多對不對 就是什麼 就是把你家的每個月的用電量化起來 這個我們很多社區也做得很夠 可是我去看覺得很了不起 為什麼 這個所在地其實是當地的社區 他們自己花錢去蓋的一個圖書館 完全沒有靠政府 所以這個反而變成是他們在當地的一個社區 非常重要的重心 所以這樣子的自發心的這種 互相學習 互相比較 互相節能 在那個地方其實開始落地深刻 而這個也開始突然到很多地方去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社會創新 這個就是一個帳篷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在 首爾的社會創新裡面呢 就是很多民間團體可以提案裡面 這個節能 結果這個是被票選為第一名的 那為什麼呢 這裡面看起來完全沒有技術 就是一個帳篷 為什麼可以得第一名 然後其實他的意思是說 你在你家裡的小孩子的房間裡面呢 你為了小朋友 所以你看冬天很冷 會把暖氣開得比較暖 結果整個房間都會把暖氣開暖 可是呢 所以你如果在房間裡面放陰的帳篷 小朋友非常喜歡跑到帳篷裡面去玩 那這個帳篷呢 其實跟外面的溫度可以差到十度 沒有它有保溫的效果 所以你整個房間的暖氣就不用開那麼暖 這個聽起來沒什麼了不起 可是這個是一個小小的觀念 可是在這個社會創新裡面的 這個案例得到最多人的認同 而且這個變成一個產業 所以那個產業 國際人叫節能產業 像這個東西在那邊好像賣四千五百塊 聽說現在賣得非常火爆 所以我是說 這裡面有好多東西 聽起來好像就是小東西 可是我說 就是這麼多社會的力量集結起來 才變成一個社會互相學習 跟開心的一個可能性 那這個他得第一名 很多種 這個是大家可以票選的這方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 就是剛剛講的一個叫路旺區 這個區域其實 這個是一個節能的示範路 就是這個房子是完全零能號 那他們做出這個以後呢 打算再來是把旁邊的整個集合式住宅 其實把它完全改成這個零能號 那現在正在推動這個計劃 而且推動這個計劃是哪一位呢 是這一位 一位非常年輕的一個專業工作者 所以我想講的是說 可能在台灣 如果非常非常多的專業的工作者 那如何把這個力量集結起來 而且讓他們有機會 貢獻他們的所用 我覺得這是在那邊我學習到的 那除了這個以外 就是說首爾當然是一個首都 它是一個地方政府 可是它的這個成功的案例 已經影響到其他的地方政府 在首爾 首爾這是首爾 旁邊這是首爾 旁邊這整個叫經濟道 首爾大概有一千萬的市民 經濟道也大概有一千萬左右的市民 經濟道 而且經濟道是跟中央政府的 是同一個執政黨 也就是說是執政黨 那首爾市黨當然是在野黨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韓國首爾的這個成功的案例 已經影響到 經濟道也想要去學習 像首爾這樣的做法 那預計在2015年 也就是今年的六月 其實經濟道會提出 這樣子的一個跟首爾一樣的計畫 那的確因為他們也變成很多問題 因為他們的確變成高壓電腦 要輸到這個地方 還有很多抗爭 以及可能會斷電的問題 所以他們的目標 是要把他的自己利益 從短月28來提到 不要這樣子失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這是一個中間 因為他們也很重要 就體會到 在這個過程裡面 是有一個犧牲的體系的存在 這個犧牲的體系就是說 它其實是 我們都活在一個犧牲的體系 原來就是說 看似緩滑的進步的社會裡面 其實是建立在 有些犧牲邊緣社群的利益跟生命 這當然很不神 但是有沒有別的方式 可以去解決問題 可是我們又能夠 讓我們在能源使用上 其實是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他們共同去思考的問題 另外就是在韓國 有將近240個小的地方的區 這個自治體裡面 大概有將近100個自治區 他們在今年的5月 可能也會共同宣布一個宣言 就是說 地方的永續能源轉型 如何向前走 會提出一個能源轉型的宣言 韓國 我知道韓國中央政府 其實是支持核電的政策 可是在今年的6月 可能也會公布新的能源政策的計畫 到底會不會轉變 我們其實可以觀察 可是至少它在地方政府裡面 已經開始起了一個 能源轉型的一個啟動計畫 那所以我想跟各位報告的就是說 從這個韓國的案例 以及包括從台灣這幾年 能源的爭議裡面 雖然是爭議 但是也慢慢地 我們去探討了問題的一些核心 以及台灣社會 就像剛剛這個 周慧琳老師講的說 台灣這整個社會的 公平正義的問題 也必須在裡面被考量的話 我覺得我們的新的能源政策思維 可能會有一些新的方向的思考 能源政策可能不能是犧牲的體系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種 是犧牲一些弱勢的 但是如何去找到一個 是一個共享的 這個同理心的 能源的轉型 這可能是我們這個 責無旁貸要去做的一個事情 再來就是說 電力有不斷的成長的話 那的確問題就是說 我們就要有更多的供給面 所以我們去思考就是說 電力的需求面 有沒有可能成長 是用零成長 甚至是負成長 那這樣這樣思維之下 可能我們所有這個 對能源政策的系統性的思維 都必須改變 所有的很多政策的方向 也都必須做調整 那這個可能是一個 我們也必須去面臨的考驗 再來是 但是年輕世代 對社會的公平爭議的 這個 尤其是社會的分配爭議問題 其實有強烈的需求 至少到台灣這幾年是這樣子 能源政策 我覺得也是其中的一環 那 而且過程裡面可能 未來呢 這個產業呢 必須承擔更多的企業社會責任 也就是說它不能再 用以前那個廉價的電 去發展的合攝經濟 那所以必須跟產業界共同 也一起來思考這些問題 那再來就是說 能源政策不能再只是中央的政策 地方政府必須負非常非常多的責任 也有這個義務 那地方政府也必須提出屬於 地方政府層級的地方能源政策 甚至是轉型的政策 我覺得這可能是 我認為這都必須重新去思考這些 新的政策思維 那最後一章就是說 我有一些建議跟期許 但也不見得全部各位可以接受 可是我覺得可以共同來討論 第一個就是說 剛剛其實局長有講話就是說 台灣有這個綠能跟節能的這個產業 還有那個耀生計畫 可是其實我看到那個swap裡面有些分析就是說 其實是缺乏一些食物的經驗 但我們陸續續有 譬如說像這個澎湖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低碳島 或是 可是我是說 我們如果台灣 不容易真正能夠在我們台灣社會 就能夠落實的話 我們只不可能把社會賣到國外去 因為你在台灣並沒有經過一個很好的證明 跟找到真正很多貴源的問題 那我一講話就是 我剛剛講那個韓國首爾市那個盧望區 他們在做的這個 林浩能的那個社區 我在想台灣有沒有可能 如果現在都在推動所謂的社會住宅的話 有沒有可能不只是社會住宅 而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也能夠把林浩能的這個觀念放上去 而且讓一些台灣的食物界 還有社區界 民間團體 產業界一起加入進來去看 如果要變成林浩能的社區的話 過程要遇到哪些問題 怎麼去解決 反規怎麼調整 那這些東西有沒有可能變成未來 在台灣產業過程裡面非常重要的 一個pilot study 再變成know how 變成一個產業 一個未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資產 這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再來就是說 防災減災 任性城市 綠色經濟 這個必須跟我們的能源問題 必須完全看在一起 我剛剛講那個 首爾他們為什麼要發展那個小型的 mini pv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的確在能源自主的過程裡面 如果遇到重大災害 那個電力輸不進來 它還有一部分的自主能源 所以我們只能跟任性城市 這個部分 防災怎麼去結合災情 我覺得也是可以幫我們去探討 因為我們正在講的節能 包括巨長剛剛講的 可能下一階段推動這個節能計畫 可能也不只是節能 我們可能還必須把那個 監工負載管理的那個 虛量的反應 就是我們最監工的那個東西 有沒有可能那個時候 怎麼透過很多政策方式去移轉 我知道政府也開始在做 但是政府可能也變成是一個重點 這也是可以討論 再來就是說 我覺得台灣的這個能源的 跟節能的這個實務者 專業者 這個人才的資料庫 以前通常比較多是跟中央的政策的互動 可是這些團隊跟這些台灣的資產 包括人力資產 有沒有可能變成 未來在地方政府的能源政策 跟推動計畫裡面的一個 互相學習跟協力的夥伴 我講互相學習 是因為在地的地方政府 他可能看到的問題跟面臨的很多困境 是更實際的 這個在政策或是智庫的制定的過程裡面 或者也都第一種通常這些問題 我覺得有助理在問題的解決方面 其實可以更務實 再來是我們這個能源稅 像這樣的一個政策工具 他的利弊得失 我覺得政府也必須充分讓社會大眾 以及讓產業界能夠理解 因為很多人看到這個 這個叫加稅 或者是怎樣怎樣 就有一些新生恐懼 這個政策永遠推不動 可是裡面的確是有他 我覺得有利有弊有得有失 應該好好跟產業界跟社會大眾做溝通 如果這步不走的話 台灣永遠這麼低廉的能源價格 我覺得很多政策根本推不動 再來就是說這個後面可能非常重要 政府必須要很清楚的願景目標 還有政治決心 因為這個沒有的話 我覺得大家永遠在等說 政治會不會再改變啊 或是說今天我這樣投資下去 會不會再來也有些變化 所以這些配套跟整個這個東西 都必須有個清楚的願景目標 那這樣子的話 才可以讓公司部門 這個私部門可能包括產業 可能包括民間團體 就包括剛剛局長講的 就是大家慢慢珍惜那個互信 有清楚的目標 有清楚的決心 那大家互動 參與 合作 那有配套 有政策支持 才能夠幫忙解決 最後一個 我覺得能源轉型 跟綠色的能源的產業 其實是需要一個全面的支持的體系 所謂的支持的體系就是說 要讓整個社會有這個公司 只有要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不管在民間部門 在產業 甚至NGO 甚至是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大家都變成說 共同往這個方向走 我們就是要能源轉型 當然可能有快有慢 這個可以大家討論 可是 形成一個支持的體系 而不是好像不斷的去被找麻煩的體系 好像很多在推動 再生能源節能 或是能源轉型過程裡面 如果遇到這樣的困難的時候 你就會很容易灰心 所以我覺得這個支持的體系 是非常重要 但是這個很抽象 可是我覺得 那是但它形成共識 覺得推動這個東西 是一個共同目標 說不定 我們就可以比較順利的往 能源轉型 經濟轉型 這方向去走 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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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就是說 常常很多地方政府 大概就是中央 譬如說有什麼減碳計畫 那他們就相當有折襲 可是台灣的每個地方的政府 其實狀況很不一樣 因地制宜的政策 其實並沒有配號的事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 其實那個彼得杜拉克 管理學大師的講 就是說沒有數據 就不用管理 我們這個地方政府 當然就很多的數據 是從哪來的 的確是從海電那邊移動的 可是如果它要進一步去理解 自己的整個縣市 這個自己的行政轄區裡面 到底哪個地方 其實是有不大的浪費 或哪個地方是怎麼樣 這些數據可能就沒有辦法 得到這麼完整的數據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我覺得地方政府的能源政策 的確在現階段來講 第一階段我覺得 能夠從這個部分 慢慢讓地方政府去理解 這個他們自己的縣市裡面 整個能源的狀況是怎麼樣 還有另外就是說 我剛剛其實特別提到 就是說台灣的很多的 這個能源的專家 其實是都比較在 一定是中央層級的部分 包括諮詢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很少說 有哪個縣市他們有一個 這個顧問團隊 我上禮拜去首爾 我就聽他們講說 光首爾市 它的市政府就有一個 研究的智庫 裡面就有三百人 一個地方政府 當然不是只研究能源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很多 台灣的優秀的專業者 不管是資深的 或是說年輕一輩的這些 甚至有些比較不一樣思考邏輯 跟想像的不同意見的人 都應該在台灣的中央 跟地方層級 不斷去衝撞 不斷去學習 不斷去跟 跟它面臨 這個地方政府面臨的 種種問題裡面 實際是碰撞 那才去找到 適合當地的 可能的能源的策略 那最後我們才能到 產業或是 或是更高一個層級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說 不管怎麼樣 就是這個第一步 必須出去 也就是讓地方政府認為 能源政策 不是這張政府在定而已 他必須找到問題 而這些東西 可能也有助於 所以未來中央的很多 不管是法國語 或是政策的重新移立的過程裡面 其實能夠忠實的反應 所以這是我對這個地方政府 應該開始來擬定 他的地方的能源政策的一個想法 我其實是這樣覺得 就是說 雖然我們今天談的是 能源的轉型 或是經濟的轉型 但是 因為我不斷地講首爾 是因為 我其實在很早之前 就關心這個首爾市長 原因是 他真的是從 他從和平運動出身 他有一個組織叫PSPD 我剛剛講的那個 Beautiful Foundation 談的是社會創新 以及談的就是 Hope Institute 他談的其實是 公共政策的 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覺得這東西 本來都是非常 這個公民團體 在討論的一些事情 就好像這個 老實講說今天 要談談哲學的思考方向 我覺得的確實際說 他們那個東西提出的是 另外一個典範的社會 不管你喜不喜歡 他是另外一個典範 而今天他居然 進入到政府體系裡面 而開始去推動這件事情 那他的觀念其實就是 這個sharing 就是說讓弱勢的人 不要在這裡面受到傷害 那我看到他的這個 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原來不只在能源 其實在包括像住宅 好多政策 其實在所有的確引起了一些 非常重要的重視 所以今天如果談就是說 我覺得對綠電怎麼樣 我不如來談就是說 其實是在對能源這件事裡面 我們從輕去省私裡面的 所有的價值 包括它的外貨成本 所以最後不是說 綠電好 其他店不好 或是說 綠電太貴或不貴 而是說我們必須重新思考 就是說我們在使用價值的過程裡面 到底哪些人被犧牲了 以及就是說我們為什麼 談的都是發了多少電 而不是過程裡面就是說 它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剛剛特別提到就是說 我們在談的 今天在談的其實都是主動性能源 甚至綠電都是主動性能源 它發了什麼電 可是像這個 所謂的被動性能源 其實就是說像大使 就對自然 譬如說通風 或是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其實它並不是靠生產電的這種方式 包括像能源消費的提升 已經被國際認定為是一種準能源 我覺得這些觀念都衝擊我們傳統 對能源的思考 而這些東西我也很期待在台灣 在未來不管是工部門 事務部門討論裡面 包括跟企業部門討論裡面 我們把這些東西越談越清楚 而不是說 要這個能源稅 就是一定企業界打到地方 或是說談到綠電 大家就想到貴 我覺得有些重新的 新的價值 能夠在過程被建構起來 台灣的社會的轉型 包括經濟的轉型 才有可能 否則最後 我覺得一直停留在綠色成長 還是不斷地演出經濟成長 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 最後還是那個 貧富差距跟社會不公平 社會分配會有問題的 這個狀況會持續產生 所以我今天講的就是說 能源政策的轉型 它到底要轉多久 那可能是個漫長的道路 也可能就是說 真的是有些天風地裂 或是快速的變化 我覺得這個是去看待我們社會 如果去看待這些更重要的價值 包括弱勢者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我今天 其實特別想跟各位分享 各位可能覺得我唱高調 不過我是覺得就是說 這個高調一定給他 否則我們這麼多年來 在談能源不夠 永遠是談 變夠不夠 變多少 我覺得弱勢者 一定要在那邊犧牲 那這個台灣社會 永遠不會是一個 可長可久 而且可以大家互相 很好的生活在一起 人的社會 所以這個是我今天 特別想跟各位高調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那種生活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